因地势较平 河道蜿蜒 长江水位上涨至高位时 湖北荆州容易面临较大的防汛压力 据荆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最新通报 7月15日八十 长江沙市站水位38.96米 原设防水位42米 监利站水位35.7米 超警戒水位0.2米 罗山站水位33.28米 超警戒水位1.28米 京南四河水位继续回落 全在警戒以下 松东河 藕池河三个站点超原设防水位 截至15日12时 荆州共发生险情31处 其中 京江大堤三处 长江干堤八处 知民堤十九处 东京河第一处 通报显示 7月4日以来 洪涝灾害已造成八个县 市 区和荆州开发区118个乡镇128.79万人受灾 因灾死亡一人 紧急转移安置人口11871人 据气象部门预报 今后的一周 荆州市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 而洪湖已启动防汛应急埃及响应方案 荆州市委宣传部工作人员表示 目前 全市各项防汛工作正在紧急进行中